各位 歡迎大家收看 8198 報告一拍到 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我有空就會拍一些系列 就是我們說入這行要做的有什麼呢 今天是第一集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我現在身為一個跨境巴士公司的一個票務員 通常都會去處理不同的旅客需要去的地方和路線 作為乘客 你們就不要當受票是空氣 作為遊客 別人問你去哪裏 你也要有禮貌回應一下 譬如 那個牌 你說沒有的就說沒有 即是說 不需要了 或者讓我休息也可以 但不要就是不出聲 或者是直走過去 根本上對一個受票員是不尊重的禮貌 作為那個受票員 大家都有禮貌去回應 就不要說別人不理 你就是會拍屁 或者罵人 都不行 是的 這個時候工作的環境是這裡 大家記住這一行的重點 那有什麼事情 千萬不要工作時候拍屁氣 或者是做一些不適當的行為 第二點是 現在就下班了 準備回家的時間 今天就會見到一些奇葩的事情 有些人會在開車前幾分鐘 就會回去洗手間 或者是等待一些人一起去買票 也有的 大家都要有內心去等待一下 今天就到這裡分享為止 有些什麼事 下次就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拜拜